那我要先來問蔡政議員 來 為什麼金普聰要告你 因為你認為金普聰是戰犯是嗎 是啊 當然是啊 這個問我一定是個答案 因為很清楚的 藍白河才有勝利的勝選的希望 藍白不合怎麼打都無法勝選的希望 可是在這過程裡面 有很多證據證明 金普聰 他就是破壞藍白河的第一號戰犯 就國民黨來講 你的證據是什麼 證據很簡單嘛 第一次他跟黃珊珊見面的時候 他拿去的方案叫做遊覽車初選 他把它美化為所謂的美式初選 你要跟他談判 拿出去遊覽車初選 不要講說社會大眾不能接受 對方也絕不可能接受 因為人家對方就沒有遊覽車 這次也有了 這次造勢也有一點 很少 很少 對 所以而且這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你怎麼去對全台灣人交代說 我是用遊覽車初選來決定 那你應該說那是美式啊 美式開放式民主啊 他到底懂不懂 真的台灣懂美式初選就是我 因為我的老師Dukakis選總統的時候 初選我幫過他的忙嘛 所以我知道什麼那美式初選 那百分之百不是美式初選 百分之百不是 美式初選是由州政府辦的 有選民登記名冊 就是說阿官 你要去投民主黨 王毅川投共和黨 那你去登記了 你就不可能跨黨 同一天舉辦 只能投某一個 你要投一個黨 就不能投另外一個 對對 這是州政府辦的叫美式初選 那結果 連美式初選也沒有遊覽車 而且美式初選投票所 跟大選投票所一模一樣 一樣多 你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 那你只能比賽遊覽車初選 這個會丟進國民黨的臉 可是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說 讓藍白河破局嘛 讓白的反對藍白河的人 有理由來把這個東西敲掉 不是這個 這個 如果說你今天初出茅庸就算了 對不對 你不是 你是老菜鳥 你怎麼不知道 這是破壞藍白河的第一局 當然後面的更不用講了 對 浪費你時間要講了 我這個他他破壞藍白河的動作 這個可以說慶祝難輸 但是我們針對他提告這個部分 金普聰說你血口噴人捏造 四十歲提告 那他指的血口噴人捏造四十歲 我看到媒體主要的重點是在這樣 你說他捏造民調 你說他做假民調 那他認為這一點要告你 那民調的部分呢 那請問一下國民黨的民調說 何又宜已經差一趴 何又宜已經贏過了 民調哪裡來了 你說的是藍白河那個時候的民調 還是後來的 後來的民調 後來的民調 請問你 這個所有的人 包括聯合報都沒有做出這個結果來 怎麼你會做出這種結果來 就跟黃三三的民調是假的一樣 我公開講黃三三可以來告我 當一個民調離譜到一定的程度 我跟你講 一定裡面的家權作假 或者的樣本作假 不然不可能產生到民調 所以內三民調不能相信 到底在這裡嗎 那朱立文不公開講嗎 不然叫朱立文來問他民調誰 當時的民調的主控 前都在何總部 那誰是何總部的指揮官 不就是你嗎 不含有誰 沒有你同意這個民調出得去嗎 這很清楚的事吧 那正如你認為 當時他找郭台銘 最後又讓郭台銘覺得被欺騙 而沒有辦法跟郭台銘整合成功 所以也在他嗎 不是 這跟藍白河無關嘛 對 這是另外一解釋嘛 我是說整合的過程中 郭台銘的事情是影響四小 郭台銘有沒有跟這個何友宇合作 那另外一回事情 那可是真正的主軸還是藍白河 因為郭台銘支持者 不等於這個白色的 郭台銘也認為朱立倫弄了假民調嘛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假民調的問題 那個時候判盡所有的其他媒體做的民調 的確 這個當時的何友宇民調 是高於郭台銘的 這個是沒有疑慮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時的時候 這個馬英九出來喊說 全民調決定 誰贈誰負 記不記得這個事 馬英九喊出來的時候 國民黨的從黨中央到侯總部到這個精細名嘴 全部都攻擊馬英九 請問你 說來聽連這些人沒有金埔中 只是同意會跑出來這樣這樣大罵馬英九 在國民黨那樣罵馬英九 是要踢著什麼 踢著頭 我跟你講全國民黨罵馬英九 唯一有執照就是我 我敢講嘛 因為有一次那個誰 那個羅書蕾 羅書蕾就很不服氣 他說 老蔡 老蔡 你怎麼罵馬英九 國民黨員還聽你啊 我稍微罵馬英九 每個人都罵了臭頭 我說因為我有牌照 這麼簡單啊 為什麼你有牌照 因為馬英九貼一個 唯有蔡正元可以罵馬英九 我講的是有憑有據的事情啊 也是為了他好啊 大家都知道為了他好啊 正守歲你記不記得 你那時候也罵個勞半天啊 他應該要推正守歲 我都推下去國民黨掛了 還有那個軍公教退休 衛文軍 我也公開批評馬英九啊 你課了這個把他軍公教退休 衛文軍取消 等於是要砍國民黨的什麼 跟啊 哪有時候拿自己的選民的跟來砍的啊 我想他們年輕一輩一起 那個年紀小 不曉得這個事啊 八百壯師啊 你這樣在影視我年紀大就對了 我批評馬英九 大家知道說 因為我為國民黨好 我提出中肯的見言 所以我批評他 沒有任何什麼人格上的爭論啊對不對 那就是論事 那國民黨覺得我講的對啊 所以累積下來 我批評馬英九變成我有執照啦 那馬英九他其實像上次我在談他那個觸動藍白盒 我在電視上 TV 鞭子公開讚揚的時候 馬英九你終於做對一件事情 我結束了把他打電話給我 鄭元兄啊 謝謝你啊 他很君子啊 對不對 可是當時誰發動攻擊馬英九了 請問一下 沒有金埔中同意之前敢嗎 所以我就講 金埔中一輩子就吃馬英九的米 喝馬英九的水 沒有馬英九 他是NASPIN 他他什麼都不是 結果他從馬英九記要秘書 被馬英九一路提拔上來 在這種關頭上 他還敢發動人去攻擊馬英九 狼心狗肺 我再講一次 你可以告訴我 你說你狼心狗肺 說不對 在當時侯總部的發言人 或其他這些沒有金埔中 同意 他們敢出來罵馬英九 這很簡單的道理 還有解釋嗎 對不對 不是 那你今天在節目上公開這樣罵他之後 我看你們之間很難和解 我沒有跟他和解 他一直講說我跟他有私人恩怨 我公開講 我跟金埔中從來沒有認識私人恩怨 我從來沒有放過他的警 他也沒有放過我的盒 我們在政治場上各有各的天 我自己選舉不需要他幫忙 他在馬英九旁邊去耍弄全力 我也懶得管他 因為我從一九九八年 那時候我是馬英九競選副總幹事 他是我底下的文宣組長 但我知道他跟馬英九特殊關係 因為他們是什麼 是機要秘書的很熟悉的關係 所以他做什麼事我看在眼裡面 我是瞧不起這個人 公開講我瞧不起這個人嘛 對不對 那他每次講說馬英九幾次聖賢 國務長聖賢他做 沒有一次是跟你有關係好不好 我公開講是這樣 沒有一次跟你有關係啊 哪一次是跟他有關係啊 沒有啊 真的打贏關鍵都不是他啊 對不對 一九九八年最大的工程是扇曉林啊 然後扇曉林啊 從城市別那邊 這個離開了以後 跑到馬英九陣營來啊 當時什麼啊 等到贏了以後 他們打出一個競選團隊 不是執政團隊 我當然不用靠馬英九吃飯 那是我是台北花旗營的高管 我靠你那份薪水不成啊 所以拜拜 我走了 我發現什麼扇曉林沒有被任用啊 反而金普中被副市長 我受不了頭 我跑去罵馬英九一頓 這個馬英九也不吭聲啊 我說你怎麼用人呢 人家一輩子堵在你身上 你就把人家趕走了 這第一件事情 一九九八年 三小林功勞最大 跟你金普中好無關係 我敢講 再來 到了他選總統的時候 2008年選總統 沒有我蔡某人 拼了老命去中常會裡面 打那一場仗 讓他的排黑條款可以解除 馬英九能選總統嗎 不能被國民黨提名啊 然後2008年在選的時候 這個當時馬英九很順啊 結果沒想要跑那個謝長頂 整天說馬英九有綠卡 我當然知道馬英九有綠卡吧 馬英九真的有綠卡 有綠卡啦 只是有效沒效的問題 怎麼沒有綠卡呢 我們當然要群聚維護他 後來實在是動盪不安啊 那個吳伯雄打電話 把邱翼找回來 邱翼那時候正在埃及做做什麼 尼羅河的船 找回來 在旅遊啊 對啊 緊急把他叫回來 由邱翼出動去打這個謝長頂 是廖北亞 你們都知道這個事 是 後來告個老爸 謝長頂還輸了 對不對 他告邱翼啊 誹謗 最後是謝長頂輸了 但是因為那個廖北亞事件 把馬英九的那個綠卡的事件 給蓋住了嘛 所以馬英九就很順利 2008年 2008年 因為陳水平幹得太爛了 誰來選都會贏了嘛 王金平講說他選會贏啊 可是如果沒有把謝長頂擋住了 你到時候不曉得 會有什麼狀況都很難講嘛 對 2012年 跟他什麼關係 跟金普通什麼關係啊 2012年馬英九打了震盪 這個蔡英文的生智一直上揚啊 那最後是誰去打宇昌案的 誰去打那個蘇嘉賢的農舍案的 誰去打蘇嘉賢老婆的猛男秀案的 都是邱翼啊 跟你金普通什麼關係啊 沒有毫無關係啊 對不對 沒有啊 連2016年朱立倫快垮了 馬英九政權快垮了 是找誰去打蔡英文那個草地皮啊 還是邱翼啊 我到底講什麼不對 戰績都在那一邊 跟你金普通什麼關係啊 有啦 你金普通掌控的文宣預算啊 那整天給媒體那個好處吧 那有幾個特定媒體很捧你嘛 我當然了解啊 對不對 可是事情是非對手要分得很清楚 今天破壞藍白河的 當然可能侯友宜心中也想破壞 可是他沒有做出動作來 找了金普通哪裡又兩個沆瀣一氣 所以硬要講的時候這次敗選 何友宜跟金普通是最大的國民黨罪了 不要忘記哦 我公開現在跟我講 我早上也講過了 這一次國民黨選敗了 不要想四年後還有西位 這一次是民進黨最弱的時候 如果我們藍白沒有核把民進黨下架 你說四年後還能下架 甭想 理由在哪裡 蔡英文執政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根本都貼不到賴金德身上去啊 賴金德會不會換這種說不會 我跟你講 他繼續教訓 他不會 然後接下來呢 更重要的是什麼 要推翻一個執政者不太容易 他有資源 還有更重要 下一次還是有藍白河的問題啊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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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